2023年1月8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回补缺口 加仓干 我现在一层成位是什么 储能 好 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一组数据 通过这个能量表格 我们不难发现 现在看 能量表格 这都是红的呀 这叫啥 动能向上 这个是成交量 成交量 3.25万亿 别忘了 上周只是四天 四天比全周 看到没 比前两周的全周还多呢 那么2.85除以4 是不是8000多万 那么就相当于8000多亿 8000多亿的话 如果要再加上 这个8000多亿 那么是不是直接把前面这一周都秒过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动能向上 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是上证周涨幅 上证指数周涨2.21 创与 创业版周涨幅 3.21 上涨加速达到了将近4000家 每次要达到4000家 之后的一个星期 看到没 这不是3700 4400之后的一周呢 都会出现下跌 大家瞧一瞧吗 这有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惯例了 所以当达到4000家附近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出了一个数据量 叫做啥 一个短线超买 出现一个超买信号 那么我们就要 短线上就要仔细的关注 要小心了 来 咱看涨幅超过10%的 有350多家 已经大过此前这一个月的 看到没 一个多月 两个月要统计统计 这已经达到15月中旬 两个多月之前的数据全秒掉 这个也是 这个是什么 下跌超过10%的 只有30家 30家 这已经秒到很早之前了 推到11月6号 再看涨幅超过6%的 有970多家 跌幅超过6%的 并不多 110多家 说了这么多 数据的动能表格图显示 短线看动能向上 同时短线超买状态 那么短线我们看回调 中线呢 有投资价值 因为数据都在向好的修复 动能一直在向上 这个就是一个中线投资指标 那好 我现在的仓位呢 只有一层了 就是储能 我们从消息方面来看一眼 把这个先关掉啊 消息方面 国际上呢 首先就是 俄乌地缘的问题 地缘的问题呢 第一次出现 俄单方停火 36个小时 虽然说那边后生还不断 但有一就有二啊 那么两方如果要是凑合 是不是都停了就好了 好 再说美联储加息的问题 美联储加息 现在由于经济数据各方面 加息的速度变缓了 预期呢 也降下来了 所以隔夜的美股呢 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涨 通货膨胀这个指数啊 还没有特大的改观 因为物价上涨呢 还有说它的一个周期率呢 需要随着一定的节奏来变化 那么它最主要的跟随指标 就是美联储加息 还有各国加息 放不放缓 停不停止 对通胀 都有一个逆向的 这叫做选项指标 那么现在 各种通货膨胀 现在大家都在说 加剧 还有人说在有点放缓的架势 可是结论是什么 结论呢 我们得到一条 现在的通胀 往往会是那样 你要是紧大劲了 假如通胀被控制了 一下子会出现通缩 到时候物价仍然会飞涨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鳄们 这些炒家们 垄断者们 他们会把这个物价 推上去 这样来讲 他们就是一个操统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是IMF 这个总裁可说了 今年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地区 会陷入经济上一个衰退 那么这个会不会导致 这属于经济的 再次的一个萎缩 那么这个跟通胀 就会形成通缩 它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萎缩的话 很有可能从通胀 一下子转到通缩 这一点不得不考虑 那么再说 我们跟大洋彼岸的关系 现在非常敏感 包括我们的外什么 炸都换了 因为那都是跟那边有关系 现在非常敏感期的时候 我们发现 利好现在频频出现 你看咱们A股 周线长了一根大的 而且日线已经是五连羊 这代表什么 这就是我们跟那边 有缓这个消息兑现了 好说说我们国内的 人民币又升值了 现在是6.83 那人民币还有A股 现在备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关注 好再说 重要会议这不是开完之后 想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发展经济 还有五年的大正方针 已经密集的在落地 这个是个大前提 那么我们坚持坚持再坚持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共同富裕 这个是最好 那么再说三年的口罩 现在一下子放开了 而且第十版的 新冠救疗方案出台 那么商务部呢说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和线下的消费 在加快的复苏 而且消费的热情正在回归 刚刚进入后疫情时代 向提振经济全面付出 这个过程啊 就相当于当年的改革开放一开始 那是一派欣欣向荣 大家还没经济过那个景象 不知道啊 到处都在大击大剑 很厉害的 好了 再说我们更新的一个 说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呢 新氧情在哪呢 来了消息了 说推动新能源产业的 成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新眼情 新能源呢 大家要知道 配套测试出来的是什么 叫做新型电力的系统蓝皮书出炉 那么储能系统呢 成为一个核心增长量 给这小小的透露一点 储能 好 再说股市方面 股市方面全面注册制 只等着一声令下 那么就是属于万项都更新了 更新什么 全面注册制啊 如果全面注册制实施了 包括配套的测试 如果说现在正在完善当中 什么呀 推市制度嘛 如果把这个完善了 那么还资本市场一个清朗的环境 一旦注册制全面出台 那未来二级市场 可能很久就不会有熊市了 就像美股似的 一路几十年长牛 那么这种长牛 能不能够在A股上就复制 我们相信啊 最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 什么涨两个跌跌 一路向上 这个才是符合资本市场 也符合股市的一定规律 你看 有人说 那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那你看大洋彼岸美股 是不是涨了几十年呢 好 我们从技术上来分析 技术上 我们就得看 先看大周期周线图 因为季线图 什么月线图 年线图 我们在做年策略的时候 已经给2023年定性了 2023年就是红年吗 牛年 牛市 所以我们从一个中期趋势 或者从一个近 相当于几个月来看 那么我们就看周线图了 周线图 这个位置大家看好 周线图下周一开盘 瞧瞧 就会出现什么 是这个样的 看 这是周线图 一看盘 如果要是上涨的话 就正好触碰到 这个叫做反压趋势线 这个反压趋势线 是从去年 再往前看啊 就是2021年的9月份开始 2021年9月份 这个位置建了高点 是3700多点 然后怎么样 出现了向下 出现向下之后 这个呢 这个是9月份 3723 一浪下跌 二浪回调 二浪回调高点 3700几点 然后出现了一个主跌了 叫三浪下跌 三浪下跌 这个位置啊 指数上虽然达到了2863 但是实体的收盘价 不在2863 在3001点 这叫实体收盘价 那么周线图上看 它的最低点是在这 是在10月末 10月末最低点 达到了2915 所以周线图 我们给出的波浪 是这样的话 一浪下跌 二浪反弹 三浪主跌 四浪反弹 五浪结束 下跌已经结束了 这个位置周线图 大概率就是什么 大概率就是一浪上涨 那么现在的小回撤 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相当于子浪 叫做一浪二 走的现在是一浪三 如果再震荡震荡 也是一浪三 然后突破 那么这叫一浪三浪 所有的三浪 都是主升或主跌 那么这一个一浪三 也是一个小主升 如果能够成功突破 这个反压趋势线 周线上 是不是就一片云彩 全散了呢 所以在这啊 这里具备中线的投资价值 好 我们再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 我们通过上证指数来瞧 上证指数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 我放大一点 就是现在这样 那么通过上证指数图 现在有几个指标 大家要看好 原来我们定的这个呢 到底是四浪反弹 还是一浪上涨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两个字 四货 给它挡住 你暂且按一浪上涨看 因为啥 如果不出现跌破2863这个位置 如果不出现跌破2885这一点啊 那么它就不是五浪 周线上是2900多点吗 记得吧 刚刚这个周线图 大家不也看到了吗 周线图2915 如果不跌破它 周线实体收线 就是最后的收盘价 如果不低于它 那么周线这个位置 就没有一个什么五浪 就不会那么样的测算 所以在这个位置 日线级别 我们是这样看 日线级别 这个位置呢 是一浪 那么也是周线里面的叫做 一个一浪里的子二浪 未来预期的这个位置是小三浪 所以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好啊 这个格局图 这个我都已经给大家画好 那么这个位置 短线日线级别 这个位置有个跳空缺口 为什么跳空缺口 我单拎出来讲 大家瞧 此前这一轮的快速下跌 是由于什么 也就是一浪的二浪回调 是由于这有一个15个点的跳空缺口 这有一个五个点的跳空缺口 那么现在咱们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一个1.24个点的跳空缺口 就是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星期三最高点3129点 星期四最低点3130点 是不是这个位置有一个1.24点跳空缺口 所以这个位置短线有回补要求 那么我们从日线级别 咱指的是技术角度 像深层纸 叫护身300 这些东西呢 还有上阵五零 都已经出现序列的高九 来我们看这个图板 这个图板是以深层纸 是不是这个位置出现序列高九 来咱看这个 护身300也是出现序列高九 包括上阵五零 这不都写着呢吗 放大一点大家仔细瞧 这不写着呢吗 序列高九 来看 这是上阵指数啊 我们放大 拿到跟前来看 这不就是序列高九吗 写得很清楚的啊 序列高九 那么出现高九会怎么样 就像这样子的 出现高九回落呗 那么它为什么要回落呢 就是说把这个3130附近 这个跳空缺口回补上 那样不就更好了吗 好 那么周一一开盘 上阵指数 中阵五百 他们序列也出现高九 这里面强调的是 多指数同线共振序列高九 不多见 所以我们要干嘛 要敬畏市场 我把这几个字都打在这了 大家看日线图 敬畏市场 为什么要敬畏 人家要往下拐 或者是将要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咱们要是非得逆向上 那不就是反着来吗 胳膊咱们拧不大腿 好了 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加小心回补缺口 技术上是需要回补的 一旦回补之后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能参与 如果大家不敬畏市场 一旦回补 最受伤的就是小散户 影响很大 如果我们提前搞它 给它弄出来 大家就能够提前注意 仓位轻不就躲赔了吗 不能像之前这波大跌 那么散户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刚刚进行了一个13天的杀跌 那么这个位置刚涨起了9天 就把9天前的事情 忘了一干二净 瞧瞧上一波杀得多么凶啊 这是多么现实的一个教训呢 一旦这个位置 下周要是一开始 就出现回补缺口 大家一定要提前制定好策略啊 我的策略是降低仓位 就是这样 我只有一层常位 等什么 等回补缺口之后加仓大 再说60分钟和30分钟 我们这指的是分时级别 分时级别也是这个两个周期 叫同向共振序列高久 我们打一个60分钟图 大家看一下啊 以60分 60分钟图 放大了他这个地方 不就是序列高久吗 看到没 已经出现了 所以30分钟级别也有 那么这些都预示着 技术上有回补缺口 短线要回补缺口 就这个要求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 有投资价值 短线回补缺口 加仓大 我现在一层常位 是出能 那么从热点挖掘上 咱们说说啊 现在为什么谈热点挖掘呢 因为年初啊 我们就得把很多事情给料理了 你像现在 经济的三驾马车 我们从宏观上就得掌控 因为这是未来全年的一个走向 三驾马车第一个就是出口 我们倒着说也可以的 出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机电 它占的比重最大 第二个 咱们说说投资啊 投资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顺周期 你像煤炭钢铁有色这些大家伙 有金融保险 就是房地产等等啊 就这些大家伙叫顺周期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单拎出来 就是中字头 因为这个现在原来都以为是国企改革 要结束了呢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加个新改革啊 那么中字头 它又推到一个风口浪尖 再说经济三驾马车 最后一个就是消费 像喝酒吃药行情呢 这个已经是去年前年都已经说烂大街了 咱们在这呢就是提嘴 今年火的呢是食品 那么再有就是大宗 你像房啊 房地产都已经是 它在投资当中占重要比重 但是在这呢消费上 我们又拎出来单题 大宗消费有啥 第一个就是车子 房子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是啥 就是房子 所以房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我们也说过具体的消息 你比方说啊 恒州哪啊 还有什么深圳 他们的二手房成交量 已经比以前都相当于以前的百分之二三十 所以这呢 脾气太来也好 还是物极必反也好 有动作的该 那么再说车子 车子刚刚也讲过 今年最主要的要干嘛呀 要把新能源或者这些东西 放到一个发展新引擎 那你说车子能干嘛 所以嘛 我们要注重这几个 再说一类就是科技 科技我们要解决一部分卡搏的问题 你像芯片呢 是不是 这不就是卡搏的问题吗 好 这里面 我说的所有板块 新能源 永远是一个主线 储能光伏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总结一句啊 在所有热点当中 实际怎么细分 还是就是两方面 第一个动向 是赛道成长股 第二个就是价值白马股 两个都要配置 好 讲讲咱们的操作啊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如果说不愿意动 拿着呢 没问题 短线上 尤其是超短线 我们做日内提下零的啊 那么现在仓位就要请 我就是一层仓位 如果这个位置成功回补 跳红缺口 3130点附近 那么回补缺口后 起稳我加仓干 我是古帮 喜欢古帮的加关注 特殊强调一嘴 原本是白 我准备把有两三个 底部已经开始扭转了 并且呢 它是一种扭转 是怎么扭转 首先先筑底 筑底成功之后 形成一个扭转 反身向上 现在呢 有那么几个板块 三个板块左右 但是呢 我今天就不说了 原来我考虑再三 准备说一嘴 后来考虑还是不行的啊 如果再说之后呢 容易被大家带偏了 为什么 我发现呢 当以前没有关注我 那么多人的时候 说呢 它还正常 可是后来关注我的人 越来越多之后 它成了一个反向指标 我不说还好 一说 人家走得好好的 反而就出现闷杀 那证明可能有装 有主力 看着咱们呗 那么咱们先不说 你等下周回补缺口 咱们干上了 到时候 说也来得及 因为啥 那些东西 既然它是一个反转趋势 已经从底部盘整完毕 那么要上涨了 它一冒小 这叫啥 要冒尖尖角的时候 我们有大把机会 到时候也来得及 我们就等着回补缺口 看它们 可以 好 明天早晨 古邦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就是今天后面 包括到十点钟之前 有很多消息啊 加上国外的 梳理好 明天用早播报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